順重帶您關心保齡茶室 食物中毒事件持續的延燒 而現在台北市政府是被指控 螺絲掉滿地動作慢半拍 而台北市議員洪婉珍 他也踢爆打了這個食物的通報專線 但沒有想到北市府竟然沒有接聽 他就痛批 這樣子的狀況 難道真的是要為人民著想嗎 不過北市府則是回應議員的指控 是莫須有今天來看一下洪婉珍最新回應 我不懂 一個市府我的副發言人 你遇到這件事情 首先你不查證 你不打電話來詢問說 議員是不是真有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做 大家互相來努力 而是一昧地批評說 我無中生有 無事生非 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對的一個態度 你錯了就是錯了 你就應該要認錯 你還寫這種要提油救火的感覺 要讓現講完一不易的這種狀態之下 你還適合還配當一個市府的發言人嗎 好 可以聽到洪婉珍是非常的生氣 認為北市府有錯就要認錯 而不是要硬拗 不過北市府這邊是強調 因為當初洪婉珍波來的這一通電話 是沒有號碼的也無法回播 因此整個狀況才會變成像是漏街 或是沒有人來接聽 而現在北市府跟市議員之間是持續互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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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